如果你曾經很依賴皆失健肥 有養運動 甚至是網路上幾天就可以收幾公斤的視頻 那你一定要把這一部看完 我希望可以幫到你 大家好,我是網狗 今天我要做一個30天的減脂挑戰 我會在這30天之中 接取幾天把我的生物體態跟體重體質率記下來 最後一天的時候我們再來看有沒有什麼變化 你要先計算好你減脂的時候 所需要的卡路里跟三大營養素 像我就是2000大卡 在這30天之中 我會每一天都只吃到2000大卡 還有三大營養素的這個標準裡面 那我們就先去錄我們的體態 測量我們的體重跟體質 接著我們就要去健身房 減脂30天挑戰 GO 體重66.4 體質16.8 那我們現在去測量我們第一天的體態 OK這個是我第一天的時候的體態 看得出來還是水水的這樣子 那我們30天之後再過來看看會變成什麼樣子 健身前一定要攝取一些碳水 吃東西之前呢 別忘了要記錄你的 暗水 蛋白質 熱量 脂肪的攝取 像這種東西上面都有營養標示 所以其實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吃了什麼成分 如果今天是沒有營養標示的話 就要學習著 你要自己去估算 有很多人呢 一到健身房開始就是不停的 不停的站上跑步機 從頭跑到尾 這對減脂來說其實是一個蠻錯誤的觀念 因為每一公斤的肌肉可以幫你消耗100個大卡 可是每一公斤的脂肪 只能幫你消耗掉4到10大卡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流速肌肉 減掉脂肪 可是在你不斷的有氧過程中呢 雖然體重下降的速度是很快 可是同時你也會不斷的消耗掉你的肌肉 那我們要怎麼把肌肉維持住消耗脂肪呢 我們就是要搭配上一些肌力訓練 那有了肌力訓練之後 我們才會選擇再加上原藥 那我們先去做一些肌力訓練吧 我現在要教大家在健身房如何拍出很gaybody的照片 拍照的時候手一定要這樣彎起來 拿著手機 衣服一定要拉下來 這個是第二種gaybody的健身房拍照方式 中午要去吃飯了 我等一下要去吃的是麻辣鍋 在這個之中會計算好我的熱量 晚餐可能就少吃一點 Let's go 我吃了差不多1500多卡 我大概只剩下300卡可以吃 有一點失散 但是沒關係 你今天就算來吃到飽 那你多吃了也不用緊張 我們晚上的時候再群衡回來就好 所以我等一下先去光華商場買GoPro的手把跟穩定器 然後買完之後呢回家進入剪片的地獄 晚上見 OK 我剛剛回到家 然後我馬上戒掉出門了 因為我朋友找我碟仙 我果然真的破裏回來的故事傳說的 我找 你在跟老闆講電話嗎 對 爸講電話是靠北 我剛剛去我朋友家玩碟仙 現在到家了 雖然那個東西是有動 我覺得可能是不知道誰在動 也沒有感覺到什麼 我不知道這個是玩太多了 我覺得一點都不可怕 我每個都非常快度傳說 可是都是傳說不停的在找我 沒關係 反正我目標是全自爆 我剛剛通了我這個 APP 算了一下 發現 我的脂肪 有點破錶了 或許你們很多人也會遇到這個問題 其實 真的不用擔心 不需要說我今天破錶了 我就繼續吃 繼續吃下去 那我不要這樣子 你明天再補回來就好 今天晚上我朋友生日 這個我是勢必得去覆約的 等一下如果晚上我不吃東西的話 今天就有點像是一個 間歇性斷食 間歇性斷食 其實也可以幫你促進一些身體的代謝 只是我自己覺得 剛減肥的 不用太常接觸這些間歇性斷食 或者是生酮飲食 不探日這種照著這個三大營養素規劃 正常的運動下去走 其實效果就很棒 這個之中女生也不用擔心自己會練得太重 女生不像男生用鞏固筒 沒有像男生那麼容易練得大 OK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晚上要去覆月睡 所以我先帶大家先睡一下 耶 柚子TripleS紅花繪PG1PG-ONEAaka1 執大波最多想要遇到誰真的同鄉的妹猴王 朵拉拉噠噠噠 有關係 沒有關係 麥可峰 下一個到底在哪 下一個人趕緊過來呢